海軍派事件爆發新冠肺炎確診 但近來傳出其中有見上了官兵 當時下傳 誤以為自己是過敏性鼻炎去醫院 擴大檢驗後才發現 竟然是新冠肺炎 也讓民眾紛紛疑惑 到底如何分辨鼻過敏 還是新冠肺炎 甚至傳出中醫能用舌相 明顯看出差別 真的是這樣嗎 疫情中心專家說了 診斷要證實有病毒在體內 才是真正感染 間接證據是產生抗體 直接證據就是病毒抗原存在 但用表針絕對無法認定 其中中醫的看法也相去不遠 因為如果是新冠肺炎 在我們中醫講是屬於濕熱 我們要尊重西醫的一個診斷 而不是說我們自己說這樣子 就是一個可以確認診斷的方式 對中醫來說 逼過敏患者蛇胖 蛇胎略白 而新冠肺炎患者蛇赤紅 類似豬肝色 還有黃厚蛇胎 肺炎對中醫來說 就是濕熱症狀 也有各種藥材治療 雖然不同病 蛇相不同 以法不同 但中西醫看法一致 單憑蛇相判斷 確診新冠絕無可能 會全身無力 新冠病毒歸絕狡詐 在找到解放前 中西醫對病況的判斷 各有擅長 但現在指揮中心 還是以實證為主 中醫若能提出證據 驗證方法 為抗疫 集思廣義 專家小組 當然也樂意採納 列入討論方向